把一本本書籍丟入做好記號的紙箱中 分類打包 台北市長柯文哲卸任倒數兩天 公開辦公室收拾進度 要把蔡總統兩岸論述書籍 帶回家繼續研究 最後公文要簽哪一份也想好了 回到辦公室小房間 陳鋒八年的醫師跑 已經拿出衣櫃 準備帶回台大醫院 這才是大家最害怕的 那你唐椅要帶走嗎 當然要帶走 不留給講話 這是我的 你有睡過嗎 到今年才有 我以前七年都沒有 我以前都是坐一下就起來 很少有機會 我們要沒有睡 我們才有睡覺 所以廠就繼續留給你講話 看他要不要用 搞不好他要用比較好的船 另外要帶走的 還有柯黑大魔王王世堅 過去送的小哲腳踏車 這個是還沒丟 因為 太打了 這個是有實用價值 柯文哲接下來在一月份 確定參加經典喜劇 沿上王世堅 兩人將上演世紀對決 在上面就不會客氣 因為已經卸任了 也沒什麼要談的 有沒有最想跟他講什麼話 沒有 辛苦了 大家都辛苦了 八年執政 柯文哲打包過程 辛仇舊恨的點點滴滴 都一併涌上心頭 進行黃宣劉威廷採訪報導 大賊進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